哥哥姐姐 你们在吃什么呀 可不可以给我也吃一点 你们在听 快川之反派又黑化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要去听 第226集 公默然听闻这话 眼里竟奇异地 划过了一丝浅笑 如同一滩死水 突然被风吹过 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虽然很短 却美得惊心动魄 丫头 你这些日消瘦了不少 还是胖一些好看 难寻 我去 所以说 大boss早就知道 我是个饭桶了 我也觉得 我最近瘦了不少 每天都没有吃饱过 能不瘦才怪 日后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用害羞 难寻 有些小期待地瞄向他 小脸难得地红了一下下 大人 真的吃多少都没有关系吗 公默然 看他那娇羞的小脸 不禁测了测身子 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歪在软榻上 姿态愈发肆意慵懒了 声音也变得有些懒洋洋的 自然 以后啊 你不用拒绝自己 本座这店中 别的不多 就是银子和宝贝多 不用替本座省粮食 难寻 小鸡灼米似的猛点头 嗯 大人您就是我的一时父母 大人我太喜欢你了 公默然 轻轻喝了一声 那懒散的仿佛 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声音 真是勾人极了 丫头 瞧你这没出息的样 有您在 我要什么出息啊 反正您会护着我的 公默然的薄唇 呼得微微扬立下 不同南巡 偶尔见到的 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 这是一抹浅淡的 由内至外散发出的笑 极美 南巡捕捉到了 双眼疏然一睁 激动不已的道 哎 大 大人 大人您刚才笑了呀 大人您笑起来 简直太好看了 就像 嗯 就像一幅会流动的画 真的 真的 真的美腻了 公默然这一次 被他逗得竟笑出了声 声音低沉沉的 像一壶酒酿醇香的酒 罪人不已 大人 原来您会笑啊 以后您多笑笑吧 我看见您笑 估计都能多和好几年 南巡 笑隐隐地倒 整个人往前轻了过去 似乎想要凑近点 看得更清楚些 差点没直接扑到美男身上 本座又不是面摊 为何不会笑 只是平时 没有什么值得好笑的事情罢了 南巡 南巡听了这话 乐得不行 小嘴 都快翘到耳根了 大人 我以后会每天都逗您笑的 公默然 突然探出手 轻轻拍了拍 他的脑袋 丫头 你跟本座来 画壁 他从那软榻上起身 衣袍歪歪斜斜地垮了下来 他也没服好 还是那副慵懒的样子 走向了里边 靠墙的那张奢华大床 南巡 好奇地跟在他身后 亲眼看着他将床褥撩开 伸手在床头某处敲了三下 疏然间 一个舌头按钮 竟从床头下面弹了出来 南巡 不禁瞪大眼睛 机关 暗格 乖乖 神奇一样的国师大人 也搞这一套 公默然 将那舌头按钮 左拧三圈 右拧一圈 再左拧半圈 中途 嘣嘣地响了三声 应该是机关被打开的声音 最后 南巡 指纹轰隆一声 眼前的大床 竟凹陷下去 一块正方形 露出了一个地下通道 南巡 以为机关啥的 都是电视里眼夸张了 可现在 他亲眼见到 真心觉得一点都不夸张 南巡 还在发愣的时候 腰间突然一紧 公默然 竟伸手揽住了 他的腰支 然后抱着他 从床上的暗口 跳了进去 双脚刚刚落地 腰间的大掌 便收了回去 公默然的声音 在漆黑的暗道里 响起 家头 更好 公默然 才往前走了两步 南巡 便猛地上前 一把抓住了 他大掌 可怜巴巴地刀 大人 大人 这里面好黑啊 我看不见路 我害怕 公默然的大掌 被南巡 抓住的那一刻 绝逼僵了一下 南巡 死死握 逐步松手 最后 干脆两只手 一起上 握紧了 那大掌 公默然 无奈地叹了一声 不用抓这么紧 本座拉着你便是 南巡 嬉戏一笑 这才松了一只手 留下左手抓他 公默然 果然回握住了 他的手 拉着他 慢慢往前走 不知 是怕南巡 看不清路 摔着 还是怎么的 公默然 走得很慢 短短的一条路 愣是被两人 磨磨叽叽地 走了好久 等到两人 拐了个弯 眼前 豁然开朗起来 南巡 嗷地叫唤一声 一双眼睛 瞪得大大的 他蹬蹬蹬地 跑到前面 又叫又跳的 公默然 微微垂眸 看了看自己 突然落空的大掌 心里竟生出了 一种怪异的感觉 他将双手 付到背后 看着眼前激动的 双眼发亮的小丫头 薄唇微先 眸中 酿过一丝 清浅的笑意 南巡 是真他妈激动啊 刚才 还是黑漆漆的 一条小道 可一拐弯 他就看到了 一座大殿 左右两侧墙上 镶嵌着 无数颗 跟拳头一样 大小的夜明珠 幽绿幽绿的光 汇聚在一起 将这一座 金碧辉煌的大殿 找得通亮 大殿正中 堆放着 无数金银财宝 什么玉如意 珊瑚翡翠雕 玛瑙宝石啥的 随便拿出一个 那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宝贝 在夜明珠 悠悠绿光的笼罩下 这些宝贝们 反射出各种颜色的光芒 珍珍一个 光彩夺目的 可以闪瞎人眼的世界 南巡 激动地跟小八道 要是能将这里 所有的宝贝 都搬进你的星辰空间里 你就发了 小八 切了一声 不以为意地道 切 这些凡人才会稀罕的宝贝 你觉得 也看得上眼吗 也稀罕的是 神器圣器和无上担忧 这些东西 祖 你不喜欢我喜欢 我是俗人我开心 哼 这些宝贝再好也不是你的 你高兴什么劲啊 南巡听了这话 呲溜一声 把差点流出来的哈喇子 吸了回去 蹦回了宫墨闪身边 笑咪咪地抓住他胳膊 摇了两下 声音不自觉地 带了一丝撒娇的软吊吊 大人 这里的宝贝 可不可以赏我几个啊 公墨闪屈指 在他额上一谈 你觉得本座 为何当着你的面 打开这暗道啊 还亲自带着你过来 便是你吃得再多 本座也养得起你 这里的宝贝 你若是有喜欢的 随意去拿 南巡 正正地看着他 突然哇的一声 嚎了出来 一头撞入他怀里 死死地抱住他的腰 公墨染 眉头微微促起 正要推开他的时候 南巡 抱得更紧了 嚎得特别伤心 大人 您对我太好了 我的爹娘死得早 自他二老去世之后 再也没有人 对我这么好了 特别 特别是 特别是让我使劲吃 吃再多都行 大家都嫌弃 我是个饭桶 大人 大人 我真的特别特别 喜欢您 您就是我的 再生父母 于是 公墨染 刚刚抬起的 准备将南巡 推开的手 又慢慢 放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伸出手 轻轻拍打着 他的后背 嗯 好饿呀 听完这一集 就去吃饭吧 下一集再见